最近有花蕊老师问 老花一土长怎么办 有的花蕊还不理解土长呢 就是徒劳无功的生长 过分的长长很瘦 容易倒伏这种 这叫土长 我说你给足光照 最近老师阴雨天 都没有什么光 我说那第二你控水 它老下雨 我怎么控水 大家要了解 一般植物光照给足的时候 它不会土长 一般控水的时候也不会土长 只有说是水大 缺光的时候才会土长 那么第三个点呢 我说你修剪 说哥本来就没几个月 我怎么剪像这种 我怎么给它剪 剪了以后怕憋死了 那这个时候呢 您就可以用别的方法了 可以用两种东西啊 第一个东西呢 大家也都听说过 就是矮状树 当然了也有同类型的 你比方说多硝座呀 还有一些个缩节 啊等等类型的一些个嘛 它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控制植物 不让它长得那么高 矮状矮状嘛 顾名思义 让它长得又矮又壮 好吧 这个呢可以 一千到一万倍的一个比例 大家可以看着来 可以经常喷一喷 唯一的一个副作用 就是用多了以后 植物就跟长不开一样 这个可以破 用一些个淡肥 比方说你们用到的尿素啦 或者粪肥啦 又或者一些官业型的营养液呢 都可以破一破这个毒 好吧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用一些个磷酸二氢钾 这个里面是没有淡肥的 淡肥是供给植物的生长 它长得凶 您补上磷甲肥 不就相当于让它长得更胖更壮了吗 这样的话把土长就转化为 有效的生长了 好吧 希望大家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土长能有一定的了解 磷酸二氢钾呢 也有缺点 就是它没有淡肥 它的磷甲含量很高 可以200到500倍的一个比例 用来控网 拿捏几个点 植物土长 第一可以加强光照 第二可以适当控水 第三可以用药物 第四可以用磷酸二氢钾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有其他养花问题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白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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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